歡迎來到楊陶TV數位網 今天是德權老師的料理時間 是 是 我們剛剛做了一道真的 冷靜都馳名 台灣最有名 台北更是首山之都的牛肉麵 而且我們叫他做的是 牛腩 牛肚 讚 為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子 讚啊 我跟各位講齁 那你要比這樣嗎 你們注意看一下齁現在幾乎 所有的官員拍照或是什麼廚師拍照 一定都比這樣子 真的嗎 對 妹妹一定是比這樣子 那這樣子 我在網路上只要看到那個照片 我不用看他是哪裡人 只要看他比的手勢 我大概猜到他是哪裡人 是不是 我們攝影師 女攝影師這樣子 那這哪 日本人 沒有 這個也有其他人 但是台灣的一定都是只比這樣 耶比較多 耶 奇怪 我之前 因為台灣人姓耶的比較多 耶 那個 我以為你在亂講 真的啊 盧廣仲不是說 老闆你不能去 沒有啦 一個人學盧廣仲說 你不能去買檳榔 因為 老闆我要買檳榔 又是這個吸水是一個關鍵的步驟 對 所以吸水 難怪 我就想說我們的場景變囉 我們都放了五月花的這個 我們的一個廚房用的紙巾 來 你一定要用這個 你不要用抹布吸 太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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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這個關鍵記住了 就是雞肉要先把水吸乾 這樣子醃料才好入味 是 好 關鍵記住趕快來看準備哪些食材 好 我們有醬油 蔥花 薑泥 薑泥 這個七味粉 這個是 顯然它是鹽 味醂 太白粉 蘿蔔泥 這個是高湯 這個是我們的雞腿 是 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雞腿 你要先讓它吸乾水 好 我先做個示範給您看 你今天用的是肉雞還是什麼雞 肉雞 肉雞 這用肉雞 這個肉雞拿起來 好 我們放到這邊 然後這樣吸乾水 油有蜜血 這樣吸 不錯 水會跑出來 很多水跑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一點 在你淹的同時 它還是會有淡淡的水滲出來 是不是 應該會 因為它這個含水量 肉雞其實它比較 在裡面嗎 含水量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 怎麼樣吸水能夠 徹底的讓它 水分能夠跑出來呢 教各位一個方法 這樣剛剛吸這樣還不夠 皮這邊是沒有水可以吸的 主要水是在這個地方 肉那邊嗎 對 好 咱們先撒點鹽 你記不記得我曾經 開示過你 這個鹽 滲透壓 能夠讓水分能夠跑出來 跑出來 是不是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買回來 我們要做這道的時候 雞腿我們都會這樣 先把鹽 不用很多啦 基本的味道 這不是在醃它喔 基本味道 有了 不要過鹹 不是在醃鹹肉 只要有個基本的味道 這樣子 你上面先用 保鮮膜這樣蓋著 衛生一點 保鮮膜 那個我們的五月花的這個 竹方紙巾 蓋著 讓它 是 水滲出來 不要有什麼蒼蠅啊 什麼爬在上面 不好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 這個 紙巾把它先蓋起來 是 大約等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 蛤 然後 怎麼放這麼久喔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 水分會開始滲出來 開始滲出來 一直不停的往外滲 這個時候 肉雞 為人詬病 肉雞是纖維比較細 但是唯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 含水量太高 所以吃起來肉 沒有那種緊實的感覺 沒關係 我很喜歡 你要緊實的感覺 要那個咬勁啊 有時候那個 頭雞肉比較有那個 吃的時候比較有那個 頭雞肉 口味啦 那個咬勁啦 對 就這樣子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不一樣那麼久了 所以這樣吃起來就口感會比較有 扎實很多 口感會比較扎實很多 因為 鹽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水真的跑出來了 表面會薄薄一層水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壓一壓 水變少了自然肉就更扎實了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你在家裡這樣子的話 老師說這個方法 上面蓋上廚房紙巾 你可以放個半小時 自然滲水出來 對 如果說你比較敢 你當然就 就還是用紙巾 我們這樣壓一壓 對付這種 含水量比較高的肉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底下你一定要 這個 墊個紙巾 讓它吸水喔 不然它水 等一下弄得你的砧板 都是那個血水喔 像這樣子 把它墊一下 好 弄好之後我們再來切 看起來就真的乾很多 乾很多啦 因為就是這種方法 目測 視覺看它就已經乾很多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切塊 您可能會這麼想 怎麼想 那我切好塊再來醃不是更好嗎 是不是 可是 如果切好小塊的話 吸水的部分一定要整塊弄啊 不然不好弄 除了不好弄以外 另外一個 如果你把它切小塊撒鹽的話 味道會過鹹 很容易就過鹹了 對 你整塊反而不會 對 因為它每個面都吸到鹽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現在摸起來就 肉都是黏黏的 都是沒有水分的 來 這樣子你的肉就更能夠緊實了 比較硬實 有muscle的感覺 像我這樣比較緊實一點 這樣的話才就是比較鬆軟 你們兩個 他現在還在氣吊吊 你上次在哪一個那個 那個賣場給主持人講他什麼東西 說他肚子放在桌上那個 對啊 然後不同場他被人家糗的時候 他還氣吊吊 欺負他這樣 怎麼欺負他 他跟人家說我很油 來 你們兩個不要再鬥了好不好 切塊 來 這樣最近你們中年慶常常會碰到啊 沒有 南北場 反而碰不到 真的喔 對啊 不通場 我想辦法躲避他 來 你們不會通場較勁 不會啊 不會啊 因為我 你知道沒有敵手 開玩笑 來 把它切小塊 切小塊 好 這樣子我們的雞肉呢 雖然它是肉雞 但是它保有肉雞的軟嫩 但是它又會有這種 這種 口感 扎實的口感 這個就是 我們一般在使用的話 你用這種方法會比較好一些 要準備一個我們的這個五月花 五月花的那個廚房紙巾 吸水率比較強 你不要一直笑我 不要笑 來 好 醬一點薑泥 醬油來一些 好 好 味靈來一些 味靈耶 我們這一次有用味靈 對 喝一點點 甜甜 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對 味很甜甜 我是Johnny Johnny 我在想說國外的朋友看到 還想說 真的我做這個時候Johnny要在 我打電話叫 隔壁的Johnny Johnny 我要淹肌肉你給我來一下 對 然後那個Johnny是老外想說那個 隔壁那個Chang Thai Thai 為什麼老師做這個的時候 要叫我去旁邊站 老師教的時候說Johnny要在好冷了 好冷 來 醬油要放了 這樣子你來淹的話很容易 剛剛一堆水 是 馬上吃進去因為水分 剛才我們用鹽 然後用我們的這個五月花的這個 廚房紙巾把它吸乾了之後 就容易入味了 嗯 抓來抓 唉唷 水分都不見了 是 沒什麼事 你看那個底這樣 對 好 這個時候我們沾少許的 太白粉 太白 為什麼呢 咦 這樣子 這其實是常問問題 對的 但我還是免不了 今天要是版不了 好 表面比較能夠 有五百人剛好看新節目對不對 好 表面剛好有一層這個澱粉 把它包覆住 但是不要太多 太多 太多你吃起來就都是粉 包覆住 先生應該像保護膜 把它裡面那個都鎖住了 對啦 適量加 慢慢加 不要一次加很多 這樣膏膏這樣就好了 你這樣加不算多 就有一點點黏稠 你看到表面有一層薄薄的粉 這樣就行了 就像沾的那種濕粉的感覺 對 來 濕薑粉 好 我現在要炸了喔 好 好 測油溫 OK啦 我們油溫要多少 好 170度左右 好 算高油溫的了 170 180都行 170 180 聽起來我都在講身高 現在真的 現在的小朋友啊 身高度好高喔 嗯 比例上啊 平均起來比 比 比我們 那個年代可以吧 比我們這個年代啊 你身高有幾公分 我身高有幾公分 175啊 你有175 你多高嗎 蛤 你多高 我179 你這樣有179 帽子拿掉啊 我不能拿掉帽子 你怕禿頭被大家看 我拿掉帽子你們都知道我頭髮禿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了啊 而且最近他還 大家都知道了嗎 他今天早上來來問說 我們說他頭髮有變多 他還說我最近有吃回春藥 他還想兜售 我說我才不要 那秘方還從我這邊操的咧 真的 好啦肉放下去以後 記得油溫是170 180度的高溫 肉放下去 稍微固定住以後 再開始把它分開來對不對 對 好 這邊喔 稍微略微把它炸一下 好 炸的東西看起來就是好吃 對 啊 我知道 而且我們今天的關鍵是 先把這個雞肉啊 用這個 五月花的這個廚房紙巾 把它水吸乾 對 因為這個的吸水力比較強啦 五月花這個 吸水力是一般的 普通的四倍高 吸水力的話 所以它吸水力比較好 而且我知道你最後 如果說炸起來覺得太油 你還是可以用它來再吸一下油 對不對 對 我就拿這個來裝啦 喔 多好 是不是 而且他們家這個喔 一般的話都這麼大張 你會覺得有點浪費的話 你看 你可以變成大張小張 你可以分開來 欸 這一張不是 你看 這是一般的 請大家看對照組 這個不能撕 這個是五月花的 你就可以變成小張的來使用 我剛才想說這個為什麼撕不開 這個白金耶 好 這樣子 來 要炸到什麼時候 炸到它 熟囉 金黃色而且熟 對 可以把它炸得稍微 焦一些些會比較香 可是你有說過炸怎麼樣知道它裡面熟了嗎 對啊 你怎麼看 你平靜熱嗎 聽聲音啊 請教啊 你在聽到 砰砰砰砰 油爆聲 剛才我下去的時候有沒有聽到油爆聲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水分很多 水分很多的時候 它油溫整個會降低 因為水會把熱帶走 所以水分蒸發會把熱帶走 所以水分開始降低 水分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的油爆聲會越來越大聲 嗯 你不會要我這個麥克風去收那邊吧 你這樣聽就好了 你這樣聽就好了 是 真的 當它由爆聲越來越小聲的時候 它就算是熟了 那麼這個的話 你就說它本來沒聲 然後會有一陣很大聲 再來又變更小聲 不是變更小聲 很明顯 不是那麼 是 然後最後要等到它再沒有聲嗎 不是沒聲 不可能等到沒聲音 沒聲音就乾掉了 其實像這樣就熟了 現在已經熟了 它沒有剛剛那麼激烈 我光聽有的聲音就知道什麼 對 你有聽到這種那麼明確的聲音 這個我為什麼問它 是因為它這個經驗是我們要學的 因為它們都很厲害 就是知道什麼時候OK 我就要問一下說 我們怎麼知道它炸熟了 對 對 而且觀眾朋友們 透過螢幕其實也比較難 真切的觀察到 問一下對不對 可是它這個還 滿 滿劇烈的 但這樣應該OK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唉唷 立竿 因為 雪泥煮它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不要太油膩的菜 它雖然要油炸 我想很多時候你看 他們日本經常都會想 它是油炸但是它不吃起來不膩 有沒有 吃起來很清爽 你會覺得很訝異說 明明就是油炸的為什麼 吃起來很清爽 可能它騙我們 或者是真的很清爽 吃不到油 那如果說 炸物的啊炸溼的 它是不是吃起來說好清爽喔 好聽哩 人家不會騙我們 就是你把油要把它吸掉 你要把那個油吸掉 就雖然是炸的 但是還是是屬於算比較清爽 對 因為他們特別會去買那種吸油紙 那我們就可以用無的話 很貴啊 不好買啊 你有紙巾的話 是 我們就找一個吸油力超強 剛剛說吸水力它四倍 吸油力這個五月花的紙巾是九倍 一般紙巾的九倍 對 我們沒辦法這邊做對照組給你看 你買回家自己試試看就知道 真的 把它 已經經過認證了 油分就趁這個機會把它這樣子吸上來 你看 很會吸油耶 而且你要趁熱 你不要等它涼了 像這樣子 你來把它這樣壓一壓這樣它就可以吸油了 玄泥煮是哪邊的菜 日本 真的喔 難怪你剛剛一直提出他們炸一炸 常常會說 好清爽喔 明明就是油炸的時候很清爽 像我這樣子吸一吸吸一吸 而且你可以分小張進去吸 都行啊 因為你剛剛那個 好 來 可以了吧 可以到旁邊去吸好了 不用 來 不用喔 這樣可以了 我要來 炒東西了 把它 好 這邊吸乾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移到 我們的 是不是 我們做菜你看看 這玩意兒能 能亂來嗎 這玩意兒能亂來 不能 咱們連 連這個食器都得是不是 對 這玩意兒是嗎 都非常的講究 他 用這個紙巾的話把它吸過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哇 還真的清爽了 還不油不膩呢 如果你想要一塊一塊夾起來的時候再吸一下也可以 如果真的那麼講究的話 其實這樣就 你看我們因為它吸 其實這樣已經滿乾的了 它吸油力很強啊 這樣壓一壓其實該有的油都會被吸走了 欸 您別說 我最近在那個 我們那個百貨公司做活動也都是用五月花的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跟你講因為五月花品牌已經很久了 信任度也比較高 而且它這一次新的啊 你不要說欸 真的它還真求新求變 你看它這上面還有什麼 3D螺紋的螺旋壓紋欸 我隨便講一個細節的地方 其實有的就沒有做這個 欸這樣是不是不太好意思啊 不過沒關係啊 我隨便拿一個 這哪一家的我不知道 你這樣真的實在是很不好意思 這哪一家的我怎麼知道 你這樣真的 沒有啦其實 五月花的就是 的確它的吸水會比較 像 一般我們在百貨公司在做活動的時候 因為 你鍋子啊 百貨公司那你沒有一個自來水槽 讓你洗鍋 怎麼辦呢 髒死了 我們就會用像 然後家庭主婦還去吃 吃你們這個煮好的菜 家庭主婦就會說 你 你沒洗耶 你沒水耶 你怎麼洗 我們就會 用 很油 我們要做活動的時候 很油 我們都還是這個樣子 很油 很香 但是要擦 喔你這樣子洗鍋的齁 在現場 我洗給你看 喔 欸 這在找我 那是百貨公司嘛 對不對 心插搜插百貨 都會看到他 媽媽 然後他就會一直講 所以讓你洗鍋齁 他從來不敢告訴我們 他在哪一家百貨做活動 你要不要告訴我啊 你從來不敢 你去踢館 踢館 像這樣子 他這樣洗很乾淨耶 你看 因為尤其是 尤其是像這種 黑黑這種油炸過這種油炸 欸 如果 你說 那我這樣子我用 很讚 我跟你講 特別跟各位講 這種油的話 哇 真氣溜溜啦 你看 媽媽 花聲就吹下去 這時候看的觀眾 就會一陣掌聲 對 當然是 因為這個媽媽會覺得好難吃 也因為我煮東西好吃 你知道嗎 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煮 你還不忘剝一下 好 吃高湯 高湯 好了 沒有 我是想說 太大鍋 我這樣下去會不會太內閣了一點 但是我想想 我不內閣的話 那也不好內閣了 是吧 就煩 醬油 高湯和醬油 高湯有鹹的 所以我醬油不加多 味醂 還是顏色的關係 對 然後 鹽不用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稍微煮一下 好 你不再放鹽 這幾樣我來收 你弄那麼多 你又不收 等一下你站在它 你很煩耶 最近比較煩 好 擦一下 來 有的地方沒那麼髒 你用小張的 四層小張來擦也很方便 不會浪費 下次如果在百貨公司 看到我的婚 就看到我在那邊洗鍋子 擦鍋子 我看到你賺很多錢 是真的啊 上禮拜不是40萬金帳嗎 張俊 很多時候我們做什麼事情 不是為了錢 那你是為了 是為了一股理想 我要把好吃 美味帶給大家 我要把 教各位怎麼樣 在廚房裡面 怎麼樣輕鬆做 輕鬆做菜 乾淨 那你都不要做那個活動 你就在我們楊桃做節目就好 可以啊 但是我希望 國具廠商 活動都幫你推掉 我讓你進去 我是希望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才會這樣 到各的地方 你講起來連碰 告訴各位 所以你不用配了 對 還是要 交通費 因為還要教各位菜怎麼做 還有就是 介紹你 一些廚房方便的一些東西 現在這個是湯汁 對啊 高湯啊 那個那個 柴魚高湯 如果你柴魚高湯更好 然後我們醬油 還有我們的味醂 柴魚高湯 不是用雞高湯 不是不是 我想雞肉用雞高湯 也行啦 然後我們的 白蘿蔔泥 雪泥 雪泥有什麼不一樣 那白色不是雪嗎 那他不是白蘿蔔 他是白蘿蔔 你等一下 不要讓人家拿那個 想說去麥當勞買那種雪泥來放 沒有啦 因為他就是看起來像雪泥一樣 白色的那個泥狀物叫雪泥 曲奇泥 Sinni Sinni最好叫雪泥 雪梨 好 煮滾就好了 這個只要滾起來就可以了 雪泥煮 可是他這等一下就不那個了 不白了 下雪 雪 我們就下雪這樣不白了 嗯 那你總是下到泥漿可以吧 這個就漏掉了 來 煮滾即可 這邊不用煮很久 因為他已經 蘿蔔我們已經磨成泥了 所以你不用煮很久 就是只要煮滾起來 就OK了 他也有強烈的這種蘿蔔的這種風味 為什麼 日本的常常都會沾這個蘿蔔汁 因為蘿蔔 對蘿蔔好吃 是 就這樣子而已 你就 好 你不斷再等它滾起來 對來 你看這個雞肉 你基本上你看雞肉 你看不到油脂啊 Sinni 雖然它是炸的 可是你看不到油脂 再加上我們這個 欸香欸這個湯汁 你在咬的時候 我就聞到那個香氣 本來你剛剛煮沒有聞到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 為什麼他們要用這樣子 我就不講 我讓你自己去體驗 喔 你就是留一手這樣 所以這就叫人間稻草 什麼事情你自己體驗就知道了 包括你這紙巾 你買回去體驗就知道了 來 真的 來點 小棕會給你擦 小棕會給你擦 大量的蔥花 一些些的七味粉 有時候呢 這樣子啦 順便教各位一些小撇步 有時候你蔥花切好了之後 哇 你這個東西你不知道 怎麼樣 你沒用完怎麼辦 灑點水 沾濕的把它蓋起來 放著保存 放在冰箱冷藏 它又不會乾 又能夠保持翠綠 蘿蔔也是一樣 蘿蔔如果你說 哎呀我那個蘿蔔 削完那個 沒有很晚用完 一樣用個濕紙巾這樣子 沾一點水就好了 不用多喔 像這樣子 把它放冷藏 放到冰箱冷藏 這樣子你大概放了兩天都沒問題 不會乾掉 就保鮮力跟保色 保持它那個原色的濕能力會更好 對 就這樣子 這也有點像上次教大家 微波爐你可以用紙巾 像電水進去微波 然後那個食材才比較不會太乾 對 這是我們的紙巾的妙用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完成了 我們今天完成的這個菜色叫什麼 炸雞 雪泥煮 完成了齁 對 我們再把關鍵重複意思給大家 好 這個雞肉我們要先用鹽把它 先用鹽把它 醃一下 用紙巾把水吸乾 再來醃 較容易入味 直接把它吸乾 好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紙巾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好 我們特別選用的是五月花的一個 廟用廚房紙巾 這個紙巾的話 最主要是它的一個吸水力 是一般紙巾的四倍 對 它的吸油力是一般紙巾的九倍 是 所以了觀眾朋友們 要用東西其實當然要用更好的 對不對 對 就效果好的嘛 工藝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媽媽在廚房也是這樣煮 不然你看四倍的吸水力 九倍的吸油力好了 我們剛剛說吸油對不對 你等於要吸九次耶 你用別的紙巾也要吸九次 你用它吸一次 一次就完成了 是 好這個的話是我們五月花的一個 廚房紙巾 而且它上次為什麼吸水力 吸油力這麼強 你可以再看到 這上面有一個 3D的一個 立體的一個螺旋的壓紋 是 就是因為它這個螺旋壓紋裡面 有很多的一個 製造出來的凹凍跟孔槽 然後就可以吸更多的水跟油 那所以其實 而尤其是五月花這個品牌 大家已經都很熟的了 熟知能詳的了 不管在賣場啦 在大賣場啦 便利商店都有賣 五月花的一個紙巾 所以這個也很好 我們都推薦好東西給大家啦 而且這個 比較容易買到 它給它分成小張 撕小張 我們插小張 插小張 小張的嘴啊 你嘴還不小 沒有啦 但是這個足足有餘啊 所以這個的話 一般有時候在用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都要撕成這麼樣大張的一個大小 其實這個的話 它這次不用 它很貼心 你要大你就知道原來的size 你要小 你就這樣撕成小張就可以了 好 這是我們給大家 特別推薦的好商品 五月花的一個廚房的一個紙巾 如果說你在做我們今天這道菜的時候 炸雞雪泥煮的時候 是 還有平常啦 要吸油啦 要吸水啦 我說微波食物啦 或蓋東西啦 蓋食材 都可以用這個紙巾來蓋 是 這樣子可以保鮮 而且比較方便 對而且它重點它也是 它也是高溫殺菌的 400度高溫殺菌 接觸食物安全 放心 在這個用的時候 因為它接觸到食物上 它原來的時候 它是用400度高溫 曾經殺菌過 所以放心 這都得過國家認證的 絕對冰的抹布乾淨太多了 對 像這上面有CMS跟ISO認證 對 都告訴大家 讓大家安心使用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要教大家今天料理成功的撇步了 對 什麼 好 如何保存這個九層塔不變黑 好 如何把九層塔保存不變黑的一個秘訣 是 昨天我們楊濤TV 待會兒教你這個廚房 這個料理成功的撇步 是 待會兒再回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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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